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步兵 工兵 骑兵 这三种 然后他们其实是有相克的 骑兵 克制工兵 工兵 克制步兵 步兵 克制骑兵 所以这个三个它是互相有克制对方的 只是工程车呢 比起他们几个啦 都是比他们弱的 所以工程车呢 我都不建议大家练特别多啦 除非你采集 采集要用到的话你就练多一点 还有打城 通常我们打别人地方的城堡的话 我们都是用工程车来帮打他们 这样子死的兵不会死的太伤 然后呢 因为大部分武将呢 打野的武将都是骑兵 所以我会推荐用骑兵比较好 而且骑兵在打仗上也是比较有优势 步兵其实是算比较硬的 骑兵它是跑的比较快 目前为止呢 工兵其实算开发的蛮 怎么说呢 比较弱啊 工兵到现在还没有讲开发的特别好 所以我不太建议你们拿工兵 你们要拿的话可以选择步兵或者骑兵 不过我比较强烈推荐就用骑兵啦 然后以训练紫色武将为主 因为金色武将的话呢 要拿他的头比较难啦 要生理头的话 比较难一般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用紫色会比较好 紫色的武将呢 我平民万家啦 普通用 骑兵呢 就有贝利沙流 贝利沙流 拜巴尔 还有佩拉约 所以相对来讲呢 骑兵你练骑兵的话 他的武将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步兵呢 步兵有益智 还有顺达 工兵的话就有南木 南木 跟海尔玛 领袖呢 就有CP CP 跟奥斯玛伊斯 的话 练单一兵中会比较好 工程车其实也是要练啦 不过我建议大家练那个单一兵中比较好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出整队的骑兵 整队的步兵 整队的工兵 这样对于武将来讲呢 还是有相对的提高他们的那个能力 打架能力 防御能力 因为他不同的武将 比方说我拿一个圆异金就好了 他对于骑兵呢 如果他骑兵他带的是全骑兵的话呢 他会增加4.5%的新军速度跟12%的攻击力 如果我把这个技能升到满 开到满的话 他会增加10%的新军速度跟20%的攻击力 所以你带全部一样的兵中 对于针对某个武将是跟你的兵中是一样的话呢 他是有提升的效果的 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都是带同一兵中会比较好的 如果你们真的拿不定主义 不知道应该要练什么武将比较好的话 我个人推荐 如果像我讲的 我推荐你们用骑兵嘛 我觉得如果你们要用骑兵的话呢 你可以拿贝利 贝利搭配贝拉元 这两个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打野的话 你可以用骑兵 我们时常不是每天打架的嘛 不是每天打仗去杀别人的嘛 所以如果你在有空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打野人 你可以用骑兵 他也可以打野人 你也可以打野人称赛 相对来讲呢 他比起另外两个打野的 就是我们常见的 布迪卡跟洛哈会在抢一点 比起这两个会在抢一点 然后贝拉元呢 为什么我会选贝拉元 贝拉元 因为我们打架除了要攻击之外 还要守城 这个贝拉元他除了能攻击之外 他的攻击其实跟贝利是差不多的 只是他多一个攻击就是守城 而且他还有回血 所以我比较建议 如果你们真的要练骑兵的武将的话 你就可以练贝利跟贝拉元 这两个搭配 如果你只是单单要打野的话 你就拿洛哈跟布迪卡 只是单单打野 如果我们还是一样会遇到敌人 还是要打仗的啦 所以我建议是那两个武将 如果你不知道要选什么兵中的话 我建议你们练CP YAMI MANI BUS MAIS CP跟珍德 这两个其实是标普的 他又有root又有肉又有盾 所以很难攻击 通常我们打CP跟珍德的话会打到比较吃力一点 因为CP他本身是盾比较硬一点 因为这么容易打 然后珍德又有回血的效果 所以相对来讲这两个搭配是很不错的 而且珍德他还能采集 然后CP的话他又带昏冰 所以你不需要这样专注去练买一个冰 就考虑一下拿曹操 为什么我会推荐曹操呢 曹操他的技能如果你要换的话 你可以用镜头来换 而且曹操如果你要买他的那个头的话 你要收他的头 如果曹操你要拿他的头的话 你也可以去每日特会这里 可以买到 小松之鱼的珍藏 他里面会有曹操的头 所以相对来讲呢 曹操他的金头会比较容易获得 而且你如果在酒馆里面 你也可以招募 也可以收到曹操的头 比起其他金色五件来说 曹操是算比较容易获得的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练成色五件的话 我会推荐用曹操会比较好 如果关于圆艺金呢 很多人一直会想 我到底要不要买 买比较好还是不买比较好 事实上呢 我本身是有用圆艺金 我本身也是有买 因为圆艺金你首冲 就是第一次冲值的时候 你就可以获得圆艺金 圆艺金讲真的啦 如果你把它的所有技能开满的话 你买完所有的金头的话 大概要2000块马币左右 就是2万台币左右啦 所以呢 我到现在还没有买到最后两个礼包 可能之后我会买啦 之前的呢 我全部都已经买了 不过如果你是长期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就可以买 你不是想要长期玩 只是想过过瘾 玩一下这个游戏 尝试一下的话 你就最好不要买圆艺金会比较好 因为圆艺金的开销不是说很小 蛮大一下的 OK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解说 如果你们觉得还可以的话 就点个赞 然后在评论下方留言 看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想听一下你们 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呢 我会比较好 然后关于蓝色跟青色的武将呢 这个你们可以随意啦 因为他们的头还蛮容易获得的 我们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看哪个要练哪个不要练 OK就是这样子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